接下來我們繼續來做一些粒題跟練習 粒題 有個東西在空氣中中五百 完全墨水中中四百 問的是密度 問的是密度 好 第一個 老師說從最後的問題想起 最後問什麼 問密度 密度有公式嗎 有 什麼公式 D等於V分之N D等於V分之N 那表示我要解決要怎麼辦 要解決要知道質量 要知道體積 體部有質量嗎 重五百克嘛 就質量就是五百嘛 對不對 那現在少個體積啊 那怎麼找體積呢 丟到誰裡面跟誰有關 福利嘛 福利有體積嗎 好像有喔 好像有 福利的體積叫做BVD嘛 BVD嘛 可是要注意喔 這個BVD是V'D喔 那個V'D叫做排胎液體的體積 很多老師叫做物體在液面下的體積 那個不一定是物體體積 但這一體正好是 為什麼正好是 它沉下去嘛 全部都在液體裡面嘛 所以它就正好就是嘛 正好就是 所以我就用福利去算 就會打到那個V嘛 可是問題是 那我要算出V'D 我就要知道D還要知道B啊 E是誰 物體液體密度嘛 液體就是水啊 E不會了 那問題是還有一個B啊 福利啊 福利怎麼辦 我們目前為止兩個公式嘛 公式一 福利一定是減輕的重量 公式二 福利是排開的義重嘛 我已經用掉了公式二 那怎麼辦 這回合你找公式一嘛 就是扣運動的重減掉 義重的重嘛 要找福利 不用 扣運動重減移動重 因為我們第二步已經用掉了 所以要回到第一步去找啊 所以帶進去啊 500-400-100 帶到我們的公式裡去啊 100就是BVD嘛 所以算在多少 100毫升 100-100公分 這不是我的答案啊 我要的是密度啊 那再回合去D等於V分之F 算在數 所以答案選出 所以答案選出 就是這樣 OK 回到了以前算密度 但是就這樣想法 好 OK嗎 OK 好 沒問題 那麼就請你做做 練習十次 好 質量是100 完全沒問題 完全沒問題 跟剛才完全一樣 想法做法跟剛才完全一樣 除了數字不一樣之外 其他通通都一樣 除了數字不同 其他都 這就是我設計的目的 那你這邊寫過 然後馬上練習一個類似題 OK 好 請問你 東東的密度無法追呢 這裡有個檢查 可以檢查 就是你刷完之後 這樣檢可以做個檢查 它在水裡面會沉下去 所以你算算答案一定要比怎樣 一定要比一大 你如果算算答案是0.8一定是錯的 如果你算答案是0.8一定是錯的 好 一定是錯的 在上面沒有0.8我一直想說 你查就知道 它一定要比一大 OK 好 好 帥哥美女 我們找一位大帥哥 我們都抽不到帥哥 3.5 3.5 起立 C 你選C 請坐 答案選了一個C 1 1 從最後的問題想起 我們要找密度 密度公式 1等V分之1 表示我現在需要知道V 題目沒有V 可是感覺有浮力 問題浮力有沒有V 有一個BVD 有個V 注意這個V是 排開液體的體積 對於這題而言 正好就是物體的體積 是一樣的 然後呢 所以呢 對阿娜表示現在變成要求福利啦 因為我要求V' 我知道液體是水密度1 但是我不知道福利 所以變成求福利 福利兩招 用掉一招 剩下還有一招叫做 空一重重 減掉一重重 所以呢 答案算出來叫做 20 然後呢 再進去 體積也是20 然後呢 再進 答案就是C 就是練習十次 跟剛才我們做的題目 基本上是 一樣 一樣 OK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